你為什麼要包書套啊,你是在看怪怪的東西? 我沒有在看怪怪的東西 我包書套是因為... 你等我一下 首先把需要的東西準備好 上一支影片做好的書衣一個斷帶一卷、剪刀一把 日本裁縫上手布料黏著機和運斗 如果沒有要求書衣藥可以清洗的話 用一般的酒精膠或是保麗龍膠取代裁縫上手也可以喔 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將書衣取下來 拿出斷帶沿著邊邊的上緣 繞過來 再對折到這邊 這樣子的長度剪下來 拿出裁縫上手 再反折的地方擠上一條 稍微塗勻 將斷帶貼上去 翻過來 讓書衣的上緣擠上一條 稍微塗勻 貼上去 轉過來 貼上去 把多餘的斷帶剪掉 下緣也用一樣的方式裝飾起來 拿出熨斗 燙20秒 這樣蕾絲斷帶就黏上去了 接下來將書衣對折 拿出蕾絲斷帶 剪一個這樣子的長度 在書背的地方 一樣擠上裁縫上手 將斷帶的半邊貼上去 再翻過來 一樣擠上裁縫上手 貼上斷帶 一樣燙20秒 完成了 接下來我要在這裡 加一朵花作為裝飾 拿出斷帶 這樣子大的花朵 對著剪下一段直徑兩倍長的斷帶 剪四條一模一樣長的斷帶 在斷帶的中間擠上一點裁縫上手 稍微塗勻 兩側往內折 黏在正中央的部分 燙20秒 四條斷帶都把它對折黏起來 再加黏好的兩段斷帶 黏成一個十字形 再擠上裁縫上手 十字形交錯 黏上去 燙20秒 翻過來 再燙20秒 整理一下 這樣斷帶花就完成了 直接這樣貼上去 我覺得有點奇怪 所以我要再來做一些裝飾 在水平的地方剪一段斷帶 再剪一條垂直的斷帶 長度稍微抓一下 稍微排列一下 這樣子看起來比較不會那麼的突兀 就拿出裁縫上手 開始黏囉 先確定好位置 水平的擠上一條 稍微塗一下 內面反折 將垂直的這一段黏上去 在交錯的地方擠上裁縫上手 將剛剛做好的花黏上去 燙20秒 這樣就黏好了 背面的地方也用同樣的方式做上裝飾 將書衣穿回去 但我又覺得這樣有點太花了 類絲太多了 所以我決定把這兩邊的類絲給剪掉 這樣就差不多了 像這樣可以依照自己的心意 隨心所欲的調整 就是手做的樂趣喔 我包書套是因為這個書套 有我最喜歡的蕾 而且還有我最喜歡的圖案 還是我自己親手做的 你有什麼意見? 沒有 這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